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啊 兴奋起来 大家都 对 大家都兴奋起来啊 鼓动大一点 非常好啊 对 甩出去 非常 非常好的 对 把胖甩出去 想像体像蛇一样啊 太棒了 把激情拿出来 太棒了 太棒了 好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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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谁啊 我们这上课呢 你找谁 我 我找他 他是我老爸 来来 你继续练 继续摸 保险摸 我摸 干什么 你干什么呀 来 咱们继续啊 这地方平时我都不舍得摸 他那俩爪子在那儿 葫芦来葫芦去的 你还花钱让人摸你啊 我这是在练习 我是在跳舞 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抱一班吗 你跟我说抱什么班 健美班 这没我没看出来 我就看出健来了 我说最近怎么 动不动就说有事有事的 人就玩消失 合着跑这儿来 耍流氓来了是吧 我在这儿闹了行不行 走 我告诉你啊 这儿以后再也不许来了 我凭什么 这是我的自由 你的自由 你这是放纵 是放肆 你快走 我就不走 你要走你走 行 坐下你给我等着啊 咱回家好好说道说道 你给我等着 我脸上抹什么呢 狗屎 邹晴我知道你在家闲得慌 你想报什么班 我都可以给你报 中提琴 小提琴 大提琴 口琴 你想学什么都行 咱能不能不露这个肚脐子 在那儿扭来扭去的 让一些男男女女的 在那儿拉拉扯扯的 咱不干这个行不行 谁闲得慌 谁拉拉扯扯的 我不就是给自己找点生活的空间吗 我不想变成一黄脸婆 变成家庭主妇 天天围着厨房转 你是什么家庭主妇啊 你自己有工作呀 谁让你天天窝在家里了 邹晴我就搞不明白了 男人在外头打拼 你们女人在家里做点家务 怎么了 不应该吗 没什么不应该 可以啊 从明天开始我就把工作辞了 你一个人去挣钱养家 我看你能不能养得起 你跟我抬杠是吧 来 坐起来 我问你啊 你 你如实地回答老公啊 那男的 就手 我在你肚子这摸来摸去的时候 你是什么感受 梁洪明你就是一个臭流氓 你真说对了 他就是一臭流氓 他凭什么摸我老婆肚子啊 你竟然是教练好不好 他教我舞蹈呢 我练舞我身材好不就给你看呢吗 我就怕没等我看呢 肚皮已经都让他摸涂了皮了 你懂什么呢就是艺术 你就是一书呆子什么都不懂 懒得跟你说 另外我再通知你一件事啊 我决定辞职下海了 你疯了 你跳舞把脑子跳傻了你啊 你才傻了呢 你知不知道我下海为了什么 不就为了这个家吗 一年能挣十几万呢 下海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 你小心一口水把你枪死 你在那儿当护士不是挺好的吗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我不想一辈子当一个小护士 我有自己的理想 凭什么就你有啊 你从来都没想过我的感受 那那男的摸起肚子的时候 在你腰那摸来摸去的时候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行行行 做你黄粮大美梦吧 院长 周琪 我听李巧说你在选房子 有眉目了吗 没有眉目 我跟梁红铭看了好多地方 都不靠谱 二手房你们能接受吗 哪个啊 你有房源啊 我一个朋友要移民澳洲 等着房子要出手 要不我拧你去看看去 太好了 太好了 姐 那赶紧拧我去 等下班后我带你去 好好好 好的 谢谢姐啊 好 来 进来看看这房子 这个是个餐厅 厨房 这个是个客厅 这里边还有几间房子吧 真不错这房子 还挺新的 那边还有个小空台 我一直觉得那二手房 肯定特乱 特脏 特旧 这房子怎么那么新呢 人家夫妻俩 准备用这个房子 做结婚用的 这不是移民澳洲吗 所以没怎么住过啊 怪不得 你看还有这么多家具呢 那我再弄个什么沙发 随便补充一点家具 就可以了 齐全了 对啊 还省事了呢 你看 采光也不错 挺好的啊 这个 这整个房子还是挺合适的 就是这个价格 能不能再帮我说说 再便宜点呗 这价格不贵 对 外面的物业 还有小区 我觉得现在买房子 物业是很关键的 也是啊 要不然这样吧 我给我老公拍几张照片 对 让他做决定 对 你们俩再商量商量 对 对 干嘛呢 给出版社省稿了 妈呢 出去买菜的 哎 我跟你说个事呗 嗯 说 今天我跟淳姐去看了一个房子 她朋友的 我觉得特别合适咱俩 真的 我给你看看这个 这个照片啊 我不看了 你定了 你这态度能不能好点 这是我们两个人一块买房子 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决定的事 我说了你能听吗 我怎么不能听呢 你要说得对我肯定就听了 那我对错不都是你的标准来衡量吗 行了 你定吧 别问我了 那我定我就买了 六十万呢 多少 六十万 哪儿来那么多钱 你把我卖了也不值六十万 你当然不值钱了 你也就那工作值点钱 这肯定得贷款呗 贷款你有钱吗 你首付够吗 首付多少啊 将近二十万吧 咱家现在大概有十万块钱现金 还差十万 那就借呗 你也别整这事啊 王老年 让我求爷爷告奶奶借钱去 我可不去了 我再也不干点事了 你要不去借钱 这房子就飞了 咱们住哪儿 飞了就飞了 我宁可就住这儿 哪儿也不去 我也不去借那个钱去 不是 梁文明 你 你到底 你去练你那个肚皮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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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海燕吗 你猜我是谁 我是宗秦 对对对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太久没见了 你最近还好吗 我听说你老公做生意 做得特别成功 对吧 我真替你高兴 我没什么大事 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是这样啊 我 那个最近 我看了一套房子 然后呢 那个首付 大概还差个几万块钱 真的 你也在买房子啊 对对对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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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理解 没事 那你改天到家里来玩啊 好嘞 好嘞 留着我电话啊 好 再见 怎么样 不好借吗 要么说孩子出国需要钱 要么说老人生病了需要钱 这可好说自己也买房子了 现在这年月不好借钱 走钱 别忙活了你 你要不愿意借钱 你就不要在那儿说风凉话 我找我表姐借钱去 又不找你管 你找谁借 我表姐啊 你表姐有那么多钱吗 她怎么没有那么多钱 人家是地区经理 混得比你好好吗 一个月挣得比你半年的都多 我给你帮我 我跟你说啊 咱妈那个船票我给她买好了 明天一早的 你给单位打个电话 咱们俩去码头送送她 我说你听没听到吗 我跟你说你听见没 送谁 你故意气我的问题啊 谁 把你送走 我拿到这两条 多长时间 我看我 你不说不� 没有